HELLO 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耳機的長工 今天要聊這個話題 其實以前有稍微大概講過 不過還是有很多網友的提問 所以我還是把它抓成一個主題 我們特地來聊一下這個話題 就是說有些網友會覺得說 我買了一支很貴的眼鏡 可能鏡框一兩萬塊 但是怎麼戴個一年多而已 它表面的電鍍顏色就掉了 或者是說 感覺戴起來的舒適性不是很好 OK 我們應該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切 我們應該去探討說 一支可能 比較高單價的鏡框 它是貴在哪裡 不是說 只要是很貴的鏡框 它各方面都應該要很好 一支很貴的鏡框 我相信它在各方面 不管是設計 做工 表面的材質 還有電鍍的處理 我相信都會有一定的水準 但是 某些 但是說 每個品牌都有它特別突出的地方 跟它比較不是那麼講究的地方 我們現在市面上比較高階的鏡框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兩派 一個是歐洲框 一個是日本框 大概這兩派 那歐洲框它們比較講究的是 如果以時尚品牌來講 它的設計 它的品牌的一個風格 還有有沒有帶出它 它想表達的一個味道 那歐洲的設計師 可能像最近比較流行一些特殊結構 像IC MAKITA 那早期呢 像 ISDC Jeffrey BOSE Face 這些設計師 他們比較強調的是 他們比較強調的是 他們設計的造型 還有色彩的一個搭配 對不對 那 歐洲框 他們有很多因素 會讓他們覺得說 第一個 他們在尤其在色饒度上面 真的沒有辦法跟日本框比 第一個 他們的氣候 大陸型氣候 比較乾燥 再來 他們要表現出這麼多色彩的變化 那可能 勢必烤七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那當然 你烤七你要跟日本那種 IP真空離子電度比 它當然比較沒有辦法 那 日本框 因為跟我們台灣一樣 比較屬於海島型氣候 再加上 純鈦的這個東西 又是日本他們所 第一個做出來的 他們在純鈦的技術上 其實是比較純熟的 所以你會看到 有很多 歐美品牌 然後他們也有推出 純鈦的鏡框 你會發現上面的產品 都是日本 他們都是委託日本的 眼鏡工廠去做製造 因為畢竟 純鈦這個東西 在歐洲 有在製造的廠真的是不多 大部分就是鋼 或者是蒙蘭爾合金 所以我們大概來看一下這邊 我大概抓了幾個 比較代表性的 我們先從金屬框來講 好像這個 這個絕對是很高級的金光 法國的Ellen Migli 我相信在 以歐洲的眼鏡設計師來講 他絕對算是首屈一指的 他的 跟 這個就是兩大設計師聯名的 Ellen Migli跟史塔克 對 但是 像他們這一種框 他們講的第一個 我的賣點是什麼 我的這個結構的設計 人體關節的結構設計 那這是Ellen Migli 他一個得獎的作品 一個雙層框面的一個設計 還有他板材用的是Moscari棉花纖維 他的造型 他的角度切割 他的顏色的搭配 那當然像這個是 時尚品牌的代表Tonfoam 那你說這些框 他都屬於高單價的金框 都是屬於高級金框 但是 這種框 你說他的色勞度 我會跟你講 絕對 不會太好 但是 我講的不會太好 這個是比較出來的 如果跟市面上那些 阿里布達的那種金框比 當然他還是 絕對有一定的水準 但是 你如果拿來跟Titanus比 那怎麼比啊 對不對 那不能比嘛 各位可以理解我想說的意思嗎 所以 像這兩個 他賣的是他的設計 他的一些 比較特別的結構 那Tonfoam他賣的是他的 時尚的一個 他品牌的一個味道 他想帶給 他喜愛他的一個消費者 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這是 他的賣點 他絕對不是說 我這個材質很好喔 耐汗酸喔 色勞度很夠喔 耐用喔 這絕對不是他的設計重點 這就 就像是什麼 OK 我相信很多女孩子 都會有 很漂亮的高跟鞋 那可能在逛百貨公司 看到一雙高跟鞋 哇好漂亮喔 可是好貴喔 忍痛 把他買下去了 但是你絕對不會去說 這個高跟鞋不好跑步啊 對不對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這次高跟鞋 他想襯兔的是 女孩子穿上高跟鞋之後 一個美感 對不對 他是漂亮的 OK 所以才會有晚宴的高跟鞋 這個名詞出來嘛 說這個東西 他是給你漂亮用的 他不是拿來給你走路用的 對不對 不然你穿著高跟鞋 就跑馬拉松跑給我看嘛 哈哈 各位想你 想了解我說的意思嗎 那我們來看一個 再一個更特別的一個例子 像Fatory900 這是在我心目中 在醋酸纖維界 他在我心目中是神級品牌 但是我覺得他是 把醋酸纖維 真的是做到已經 超越整個業界的一個品牌 叫Fatory900 但是我們看一下這支框 我們先看一下造型 他框面做得非常的立體 整個這樣子3D的一個立體 可是相對的喔 他的框面很厚實 他近腳是這樣細細的 那相對就會遇到一個什麼問題呢 配重 他是完全有沒有 前面是重的 所以你說這支眼鏡會好戴嗎 我可以跟你們講 你如果長時間戴下來 你會覺得這支眼鏡 就比較容易往前滑 然後鼻子的壓力會容易比較大 他配戴的舒適性 絕對比不上這支塑鋼 這個有沒有 非常的輕 又有彈性 又不容易變形 價格大概只有他的六分之一 但是你可以說他比他好嗎 對不對 因為Fatory900賣的是他的一個工藝 這個是獨步全球的工藝 這個如果說在早幾年前 就大概可以講說 汽車界的特斯拉 眼鏡界的特斯拉 眼鏡界的特斯拉 這種感覺 那現在特斯拉已經 現在電動車 大家都到處都有 像這樣子設計的 還很少看到 這種框呢 他就說 他就一個很樸實無法的框 可是呢 他就是 我很輕 然後 有彈性 不容易變形 又可以比較耐高溫 然後價格也不貴 就很親民的一組鏡框 這是他的優點 他就是賣他的工藝 他的設計 而且他可以做出 別人做不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那 再來我們看這邊 如果說你想要 色饒度高的 我們看一下 Titanos 我之前有一部影片 有介紹過了 然後呢 再來呢 那個 這個是美金龍的日本的 日本製的系列 就是我們業界 俗稱日本島內框 那像這種品質 像這個都是IP 真空離子電鍍 這個色饒度 就真的是 有夠棒的 如果說你是一個 很會流汗的 然後你一支眼鏡想要戴很久 那當然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嘛 對不對 所以 總體上 我們歸納來講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配一支 好一點的眼鏡 你覺得一支眼鏡都要戴很久 而且你覺得眼鏡很重要 你想要買一個好一點的眼鏡 那今天 我會建議你 你應該先把你注意 你重視的點先抓出來 譬如說 我很會流汗 然後呢 我想要我的眼鏡 是重量要比較輕 戴起來比較舒服的 OK 然後我想要色勞度高一點 那你可以選擇 日本這些純態的進光 或者說 我今天想要 我的工作場合 我想要一支 比較有設計感的眼鏡 譬如說你的職業 可能是 譬如說設計師 或者是一些 譬如說 攝影師 一些比較有藝術氣息的工作 那你想要帶一支 比較有造型的框 OK 那你的選擇性 又是怎麼樣 對不對 各位你可以了解嗎 就是說 你的需求還是重點 眼鏡是給人戴的 符合你的需求 才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所以 我會建議說 我們在挑選 鏡框的時候 你應該 可以把你 注重的點 跟你去配眼鏡 的眼鏡場的門市人員 或者燕光師 可以先 直接表明出來 因為這個很重要 這個 譬如說我在幫客人 挑選鏡框的時候 你的需求 對我來講是最大的重點 那當然戴起來好不好看 跟你喜不喜歡 這個就很主觀了啦 這個 在這邊也沒辦法討論 因為有的時候 有些客人 我都覺得 這隻眼鏡他戴起來非常好看 可是他自己就覺得很難看 這個很主觀 對不對 情人眼裡出西施 每個人對審美觀 都有他自己獨特 獨到的見解 所以這個是 非常主觀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討論 所以 如果說你 就是 總結一句 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在意的點是什麼 對不對 這個就很重要 譬如說 我很在意鏡框褪色 那你說實在 像這種框的材質 這個電鍍這麼好 它會不會褪色 時間久了 還是難免會慢慢變淡 可能你戴了十年了 尤其這種最尖端的地方 難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可以選這種比較淺色的 譬如說 銀色 或者是淡槍色 鐵灰色 因為這種顏色 你變當然你看不太出來 你不要去選 深色的 那深色的 尤其是 現在有很多市面上 它強調我是IP電鍍的 可是 因為其實 IP演變到現在有沒有 IP真空粒子電鍍 它已經不是 像以前我們所知道 那種純正IP 因為以前那種純正IP 其實只有四種顏色 那顏色相對是單調的 所以就會多了很多不一樣的技法 讓IP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顏色 但相對的 它的射牢度真的會變得比較不好 但是跟一般水電鍍還是比較好 就是說比較起來 就是說 純正IP的那四個顏色 跟後面再衍生出來那些比較特別的顏色 其實在射牢度上還是有落差的 所以 最保險的方法就是說 如果我真的很討厭 鏡框的顏色 有譬如說變淡了還是掉色了 我只要看到我的鏡框顏色掉了 這隻眼鏡我就不想戴了 那你可以選擇 第一個 以日本框 然後日本IP跟對岸的IP 其實水準有很大的落差 這個我要先講 純正的IP 然後顏色稍微比較淺一點的 銀色啦 淡槍色啦 或者是鐵灰色 這個都是 就算它變淡了 你比較看不出來 這是一個選擇 那如果你想要舒適性 那當然還要考慮到你的度數啦 還有你的一個 整個臉型 還有你所挑選的鏡框結構 這個就比較複雜一點 這個可以去參考 我之前講過的兩部影片 有關鏡框的結構 所以 希望各位可以稍微再 了解這一點就是說 高級的鏡框 你要去了解到它說 它到底是貴在什麼地方 它是好在什麼地方 然後 要針對你的需求 這個才是重點 千萬不要想說 一隻眼鏡很貴 它就應該什麼都要很好 都要是完美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不好 OK 那這個是有關於網友提問就是說 為什麼 有些很貴的鏡框 感覺品質不是很好 有關於這個問題 我的一個回答 謝謝各位